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 夜话 Warwick 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第五种模式对象 同意词 同意词呢,非常像我们语文中所说的这种同意词的概念 我觉得它本质上应该是一种映射关系 比方说我们给某个表取了一个同意词 那这个同意词实际上指向的还是这个表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创建同意词的语法 创建Creator,同意词的英文 Celerim Celerim Celerim,然后是同意词的名字 假设是EMP2 For,EMP 也就是说我现在是创建了EMP表的一个同意词 叫做EMP2 我们可以到这个Celerim看到果然已经创建了一个叫做EMP2的同意词 这个同意词EMP2实际上还是指向的EMP表 好,现在我是Celerim from EMP2 你会发现它查新出来的就是EMP表的记录 这个就是同意词 同意词呢,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另外一个数据库对象的映射 只是给它取了另外一个同意的名字而已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创建同一字Celerim这样的一个语法 Creat,中括号Public,空格 Celerim,Celerim的名字 For,Object 这个Object是数据库对象 我可以给表创建一个同一字 也可以给仕图创建一个同一字 好,那刚才呢 我们并没有写上Public 这个Public是可写可不写的 那么写上Public是代表公共的同一词 不写是代表私有的同一词 那么私有跟公共的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是私有的同一词 只能在当前的用户模式下访问 Public的同一词呢 则可以被当前数据库的所有用户访问到 如果我们要删除一个同一词 请记得是JopoCelerim 好,然后Celerim的名字 如果我要修改呢 就是Create or Replace Celerim 好,某某某某某 OK,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同一词的介绍就已经完毕了 同一词的话呢 如果是经常使用 是可以提高数据库的效率的 好,到这里为止呢 同一词就介绍完毕 第三章模式对象也介绍完毕了 那么我们下次课再见